大家好,又到这个说法律的时间了 这件案不是终审庭的,不过是上诉庭 因为再没有上诉,其实这件案是重要的 关乎大家的手机,如果警察截查,搜你身的时候 大家知道是没权的,一般都不敢触碰你的手机 因为手机实在太重要了,对没有人的私隐来说 但是警察不懂事,或者你的手机未上锁 我的手机也没有上锁 我换手机就知道锁了 但是很多人都很重要 有两个问题,如果你的手机 他怀疑你的手机里有很多通讯的东西 这些通常都是指抗争者的手机 或者不是,可能是社运者的手机 或者不是,你在这儿逛街 看到有抗争运动 你又发挂走近一点 拉着你,又想看你手机 看看你是不是有同党 但是你又不是担心同党的问题 你担心他看到你的女朋友的照片 看到你老婆子的照片 看到你自己拍的那些裸照 可能帮自己拍的 他说是私隐 那他未必是 他未必是 他未必看到会怎么样 但只不过你不高兴 你是私隐 或者他认识你朋友的朋友 他有什么照片 那就远了一点 但是私隐的东西 每个人都有 就算是一个可能犯罪的人 他其他东西和我犯罪无关 你都不应该看他的私隐 一个实际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的私隐 就是现在藏在自己的手机里 我想大家的意识比较高 都会加密加索 还有比如有云端 我都不经常做这些东西 可能我以后都要改良一下 所有东西都上了云端 然后自动在手机里会消失 或者久不久你就删除了它 以保障自己的私隐 以保障自己的私隐 以忽然跌了手机的时候 诸如此类 这样也对的 但是很多人 像我这样 就像我这样 这些东西 但是 到警察看的时候 他想看你手机里面的东西 你自然也是 删除他 喂!不看得 这样 如果他又不懂事 又多声音 你就大大声 根据岑永根案 小孩 不要说他小孩 师兄 不叫你阿sir 你没权 没权做我阿sir 你有三个法律 可以做我阿sir 不好意思 师兄 私底私侄 你不可以看我手机里面的内容 如果他说我要看 我要查案 你就拋一连串的东西 一连串的东西 就是你看到 你听完这条片之后 你记得多少 你就拋多少 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记住 只会记住一件事 我不给你 即是你上去所 我不给你 不告诉你 如果他说 喂! 你做了警察办公 我现在急着要查案 快点告诉我 你的手机好吗 你就只需要告诉他一声 岑永根案 叫你阿sir跟我说 如果你不明白 那就行了 那就应该包他收皮了 当然这件案子 在社运人士来说 就不是太高兴的 因为本来是 这件案子在高等法院的时候 那个官 这个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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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紧急的情况之下 呃 在没有法庭首领 当然有法庭首领 你自要交个密码给他 但是呢 呃 现在的法庭 你看 都是很帮警察的 所以呢 就是最安全 都是 那些东西不要传在手机 红端 如果在手机有资料 但是有些东西就走不掉 例如通讯的东西 Whatsapp 现在有新软件 信息会自动删除 一般人就不在意 想留下信息 但社会当然都知道 全部就不留信息了 不会留得多 留得多 或者是自动消失 这就不需要我帮你提供意见 现在说是一般人的情况 需要知道就是这件案 叫做岑永根案 这件案是案情如何呢 首先介绍一下案情 在2014年7月的游行里面 这位北区区议员岑永根做领路车司机 后来就应该发生一些冲突 警民的不愉快冲突 警方以试验阻差办公把他拘捕 扣入了他五部手机 之后他就因此提出司法复核 拘捕他是什么呢 Bitch of Requirements Conditioned Applying Public Procession Under 154 Public Order Audition 即是公告公安条例 一些情况 就是说他是阻差办公 第36条 侵犯人身条例 也根据第6条 道路交通条例 控制条例 就是说他阻车 阻车阻车路那类 拿了5部手机 同时拘捕了他 此一段时间 警察就 叫他拿回5部手机里的2部 这5部手机当然是 有其他人放在他那里 就是其他入行人士 因为其他人都加入了这个 包括几名民阵人士 都加入了这个诉讼行动 他在被告 就是岑永根的代表律师 claim legal professional privilege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在法律里面一个特权 如果这个有些文件 有些物品 他是跟 律师和 顾客之间的通讯有关 他是受保护的 中研里面有涉及一些 可能对查案有帮助的资料 涉及犯的资料 都是受保护的 这个很特别的 在法律里面 一定承认的权利来的 律师和 顾客之间的通讯 是完全保护的 是完全保护的 是有特权 是不需要交给法庭 或者是警察的 由于这件事 其实呢 这五部手机 结果都是交给岑永根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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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岑永根要求司法复核 他想司法复核是什么呢 他想 Declare 一个声称 警察条例 Section 50 第六段 警察权力条例里面 就容许警察 守身 而且不需要 不需要守令 就是 守身和 拿他的手机 这样呢 就是 不合宪 是违反人权法和基本法第30条 就是 保重公民的私隐这件事 如果这个 搜查是 有权 即是 法庭 授权 这样的授权依然是会违反人权法 和 基本法 就是保障私隐这件事 他申请这个做组织 但是警务署长要求法庭就不要听了 就是想保留这个权力 因为 他已经拿回手机了 因为他拿那个 Negal and professional privilege 这件事 因为他claim这件事 警务署长已经给回手机了 所以 所以 其事就完了 但是 但是呢 仇敏根这方面 依然希望法庭做出一个裁决的 就是 他是没权拿我的手机 和 也没权 除非是很 特别的情况 或者是没权拿人的手机 去 查的 显然警务署长 很想保留这个权力 是 那么 而 因为 认为这个 已经 没有问题了 拿回手机了 所以这个hearing 这个 聆讯 只不过是 纯粹是 academic而已 那么 法庭呢 这个法官 欧庆祥呢 就不同意 是 并且 decare 一件事 就是 西条26 警察 权力条例 Police Force Audiences 这样授权 警察呢 去search 这些 digital的内容 这些 就是 手机里面的资料 不需要 沃伦 只能够在 exigent circumstances 是紧急情况 而且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合现的 但是他没有说到 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可以的 是可以这样search的 对这个 欧庆祥的决定 警务署长 就上诉的 我们看上诉结果 上诉结果是说 即是警察这样search 合骗的 当时也引起了一阵 但是我们细看这个 变成是放宽了警察可以search 那个 权力 好像是 但是呢 他也加了 即是在这件案里面 加了很多条件 就是说 你虽然可以search 但是呢 只是在一定 指定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这样做 这个就在 第2个 宗审庭的 那个 宗审庭的11段 我最 最重要的 提到大家 就是第5段 这个宗审庭这个案例里面的第5 怎样呢 就 any suggestion 任何 看法认为警察可以 deactivating 就是 解锁一个 手机 screen lock 或者powerful 就没有 手令的情况去解锁 就 是不合 法的 是 是 因为要一个 password 基本上 就其实不是 很practical的了 但是呢 没有一个警务人员可以 在法律上有权 逼人呢 逼被拘留的人呢 arastee 去provide password 就是说呢 无论有没有情况之下呢 实际不实际也好 都不可以逼他 更加不可以告诉他 就是这样 你不给手机的 密码我呢 你就 散发了 坐下办公了 是不可以这样说的 是 以后 如果警察跟你说 喂你不合作 我告你啊 那你就大大声 神永根案了 不懂就回去学堂了 这样 后面那个可以不说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第11段 所谓这件案 事后应该是最紧张的一段 应该怎么说 一个警察呢 可以 搜查 一般我们了解的 亦都可以搜查这些 就是 数码记录的 内容 在手机里面 就是那些照片 在他身上找到的 但是这个 这个权力呢 需要是 合乎比例 和符合 人权 人权公约 和基本法第30条 人权公约第14条 都是保障私隐的 这儿要记住 因为 always的原则 如果有些人跟你争择 那你都说 任何 破坏人权的 包括言论自由 说限制 言论自由 哎呀不是必然的 连那些律政司都是这么说的 但他不说下一半 人权公约都清楚 现在法庭也重申 所有限制人权的 侵犯私隐都限制了你人权 必须是要合乎比例 是必须的 否则你依然是违反人权 纵然 自由有限制 但是我的自由 你限制我的自由 是不是合理呢 是不是合乎比例呢 是不是有需要呢 这个就永远是有得拗的 而我认为有合理有需要呢 我依然应该坚持 就是我们合理的情况 我要保护我自己的 言论之后 这里是保护私隐 所以这些事情就必须要串普必争的 这件案 有不好的地方 好像是放宽了 警察好像在理论上 他是有权 没有搜令的情况 查询 甚至不需要特别 紧急情况 但是他依然是释迹着很多控制 如果是 有搜令 那就一定要搜令 如果是合理的情况 他可以拿到 法庭的搜令 才去查 手机的内容 他都要先拿到搜令 那之后 完全不是很实际 不可以做到 很紧急 他必须有合理的理由 需要这样做 也要立刻做 必须 necessary 如果不是有需要 这些都是全部 他以后 最少要和监警会 和法庭 解释 为什么他认为 是有紧急的需要 当然 现在 比较 蒲政府 那些官 怎么办 可能 容许他这样做 但是 始终 明白了 如果他是没权 他这样做 他 所有责任 都是这个警员 自己扶的 他是有责 解释 为什么 事实上他也需要 假如他到法庭 难道他说 不是啊 我觉得紧急 那你 官方问你为什么 你觉得紧急 他说不出呢 他就输了 当然不是 好了 他的作用呢 纵然是这样 第一是紧急 马上需要 只是几种情况 第一 是调查需要 我认识 我认识他朋友的朋友 我想帮他看看 他有没有女朋友 这个不是理由 只是跟查案有关的 跟那件案有关的 跟他被怀疑 从事这件案有关 这些都要 提供合理的理由 而有需要 保留证据 当然 交给他可能是禁止的 这个就不难去说的 要保留证据 还有需要只是看 跟案有关的证据 第二个 合理化他需要的做法 就是要保护 其他人的安全 包括 受害人的安全 或者被捕者的安全 这是很阔的 定义来的 可能有些紧急情况 为了保护其他人 人身安全 要逼他 拿解锁 有关搜查令 如果有关上面的 可以订定一个 一般的 看一看的资料 看一看的资料 如果他 是这样做 都可以 看一看 是不是有 跟案有关的证据 诸如此类 如果他看一看之后 所有较为细节 他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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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记录 有一个 记录 我看过哪个 哪个 全部要写下记录 你看过 就知道了 没关系的东西 不能看 变成了 你可以喝个警察 这个照片里面 全部是我的 照片 他最多 很快看一看 看是不是 除非你又怀疑 某个照片里面 有些特别的 他需要知道 否则他都是 没权看 同案 无关的 而且他看过 要写下记录 尽快写下记录 这个跟我们一般的搜查令 差不多 如果就算是法庭搜令 都要他 做个例子 你搜查了什么 全部要给了记录 那么 将这个记录交给 被拘押的人 除非 不太实际 或者会阻碍调查 这些全部 反而要警员本身 提供理由 所以他不跟这些 即是日后 就被 告 你民事告他 还是可以的 就是你侵犯我的物品 告他民事 告他要他赔偿 都要在法庭里面 把他全部拿出来 这些东西就变成了 普通警察 取易不取难 但是你也要知道有些东西 简单来说 你看完这件事 第一 你没有权监控 解锁 除非有法庭 首领 因为你法庭的命令 你不跟 就变成了 会藐视法庭 你有问题 法庭的权励 不是警察的权励 警察是没有权励 如果法庭 你要申请首领 你还可以跟法庭爭 之类 其次 就是你那些资料 他看过的资料 警告他这又不看得 这又不看得 这是你的权利 你说神明跟我 就可以了 你看过什么 你都要写下了纪录 因为你最好不好看 看了你要写下纪录 你看到什么 看过我的什么 都要写下了纪录 就要尽快立刻要通知我 即是要让我知道 你看过什么 其他的反围就不太重要 有很多 包括他肯定了基本上一个lawful search 是可以的 但是他也 强调 法庭强调 那个私隐 在那些Digital data 就在搜查法案内 必须要尽量保持完整 是不能够受到滋扰 不能够删掉你的file 法律是要保障 不受侵犯 即是不合理的侵犯 任何对私隐不妥当的侵犯 在这些Digital data 受到影响 都是 不对的 是 再强调就是一定是应该要先努力去尽力去找这个 搜查令先 因为你申请搜查令你有权拗 同学官 除非是 紧急 是不可行 那我想 比如苹果日报 什么 就是 立场新闻 那些被捕 然后拿了那些东西 都是正式要问 法庭拿手令先解锁的 就算是其他那些 12人那些 我想都是经了这个程序 那这些事呢 暂时我们还可以 觉得是 可 可信的 现在的法庭 大约这件案 很多人就指出 不妥了 因为欧永祥本来就加了一句 除非是 紧急情况 那我又这样看 是不是紧急情况 Exigen Exigen Condition 那就是 他说的 都是 警察说的 反而 紧急情况 就反而 在第十一段 加了那么多条件 大家如果是熟悉这些条件 记住他 就 那就是对大家是非常 有利的 主要就是你 到你 你自己有事的时候 你就 带他 而他是绝对不敢 离开这个 上诉法庭 这些基本的指引 好 那 尤其再和大家 重温一下这件案 有些什么 强 就是给大家啟示 首先你的手机 应该 有解锁的功能 而你会上锁 如果你要保护私隐的话 怕有一天突然 被警察 不知道什么事 停留 想看你的手机的时候 那你就 不理他 那你就知道 第一个点就是 你有权 他是没权看你手机的东西 这个是你的私隐 那么绝对 任何情况下 他都不能逼你 给他 解锁 当然啦 如果他打你 那就是 你当然你知道 在法律上你有很多东西可以追究他 如果你追究到的话 这个就是另一个话题 他强硬逼你就可以 但是他骗你 说你不 你不帮我合作 就告你阻差办公 你就大大声 叫你上司跟我说 你可能没有听过什么叫做 神永根 你 上诉庭的神永根 你提到这句 有帮犯在场 或者高级一些的警报人员 他们都会立即 集罪的 当然不敢再 多声是知道你懂事 所以你什么忘记得 你都记住神永根 就算是拿你的资料 所有的处理 也要有详细的记录 这个跟一般 就算是有 搜查令也好 搜查令也保护 所有人一定是叫你 把你看过什么资料 要列下纪录 拿过你什么资料 当然也是 跟案无关的东西 你就很强烈地 警告他 不可以看 如果他硬硬看 你说我有时间告你 他都应该知道 是他 违反法律 是他违反法律 侵犯了你私隐 你是很多事情可以告他 投诉他 这样 就可以保护到你 当然 最重要就是 还要把手机的资料 不能使用 不要留那么多东西 在一部手机里 尤其是出街那部手机 有时手机 我也是 变了一部 电脑 变了一部电脑 都是确保 你自己手机里面 有些东西 就不是 想让任何人知道 反而是最实际的 拳头在近 官府在远 但是你知道 官府基本法庭 已经是很清楚 有了这个 立场的时候 你就清楚自己的位置是如何 好 这件案呢 希望帮到大家 少少 人权方面的知识 应该是最高的权力 这件案 因为没有在上数 应该是最高的权力 所以 本来我也是 讲终审庭的 这件案 也当它是 终审庭 那么重要的案 介绍给大家 好 我们下件案再说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